上个视频我已经讲解了 金融中心的出现 是如何提升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 当然以及TRX 这个金融中心的master plan 后来我也是觉得自己讲的不够细节 于是本期视频是想要 跟你们补充TRX漏掉的细节 那么上一集我也是有讲过 要形成一个金融中心的其中一个要素 就是有足够数量的金融机构 以及完整的金融体系 就如银行啊 保险公司 这个投资公司 这些公司的出现 是以不同的方式 给我们有更加快的 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 比如银行是透过贷款 来给我们资金去购买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减低 我们日常生活中 还是生意上的一些突破情况 和这一些种种的危险 投资公司呢 就拿我们的钱啊 拿来复制更多的钱 再把话说白一些 只要我们想把钱分配到有需要的领域 比如说金融市场 商业公司 银行 然后从中啊 获得这些利益 这整个机制 被称为金融体系 而这些金融体系 是由很多 不同的中介公司 帮我们完成 交易的过程 那你看现在的人呢 都是使用Apps来交易 而这些交易的App啦 也是属于一种金融机构啊 如果一个国家他没有了这些金融服务 我们做买卖的程序啊就变成非常慢 会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影响以及下滑 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马来西亚的观众会说 政府当然是要吃 那个 所以当然就要想办法做很多项目嘛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想要赚更多那个 还是什么都好 无论如何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打造金融中心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马来西亚这边的天气也是比较好啦 然后天灾也是比较少 然后加上有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能够多语言沟通的国家 然后房产入门的门槛也是非常的低 对于海外的人啊 这个也是吸引了大批海外公司 过来这边做生意的其中一个好处 但是由于多元种族和各个种族 有不同观点的一个问题 导致国家发展的速度有一些缓慢 你可以看到每一天的新闻 本来其实要实行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哪里蹦出一个话题就说 这个不能啊 那个不能啊 这个会违背我们宗教的一些做法 然后可以为了一个无聊的话题扯到很多天 才能做出一个决定 那到最后那个决定是 就是不成了这一件事 所以啊 但是比起很多国家 马来西亚也算是不错了的 因为对于很多海外的朋友来说 这一边的生活的那个消费呢 是相当的低 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全球目前有 119个金融中心 自然美国 英国香港上海一直以来都是前4名 而马来西亚 今年的排名是48名 我记得两年前好像是41名 他就掉了哦 所以你要说他好也不是 不好也不是 但是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这个也是要看呢 那般政治人物如何搞起来 但是我所知道TRX这边政府是放了很多心思下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是很认真的 因为对于国家的发展啊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上一集我记得也是有跟你们提到 然后TRX这整区下面也是有一个tunnel的马路路线 所以他是从哪里连接过来呢 是从这个9.7km的smart tunnel连接过来 主要的用途就是舒缓整个市区的交通拥击 还有发生水灾的时候 tunnel的水是有地方排出去 但是我知道马来西亚是有很多想法 这边的政府 那问题就是说他们把东西建造完成过后呢 我觉得要提升的就是后续的管理系统 这个东西必须要提升 但是已经很好了 我们的国家比起其他落后的国家 回到TRX这整个发展啊 那其实他已经是获得了一项世界级认证了 这个认证是有包括 购物级别的Lead Neighborhood和大马的GBI Platinium Level的这个分数啦 这个认证啦 这样讲 所以算是蛮厉害的 因为他们是这两个认证 它是based on什么来给分数呢 来翻发这一个认证的 是based on你所建造的用料啊 建造完过后会不会上发出那些chemical啊 对我们人体是有没有伤害 然后你建造的时候 有没有那些省水省电的那些系统啊 或者是一些绿化的种植啊 来保护整个大环境之类这样的科技啊 他们是based on这些东西呢 来做出一个analysis 然后给出一个认证啦 因为他们的认证是有分级别的 Gold Silver Platinum 基本上它是拿到 这两项的认证是比较顶级的一个级别 那么TX整个发展呢 它还有一个叫做Makui Incentive 是这样子读啊 Whatever 它是反正就是有这个政策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国际公司来这边发展 其中包括了这个税收的优惠 还有房租的优惠 甚至马来西亚政府还有给 与这一个金融俗信的公司 10年免税政策 如果你们想要知道详细的优惠 我下面也是有放了一个link 你们可以去看看 不过这个是英文的啦 所以非常抱歉 图上这几个logo就是说 它其中500强的公司已经是进场了 特别我想要提到的那几家公司就是包括Landlis啦 Landlis它在TRX这边拥有17个英亩的地 它也是会把这边的地建造这个国际商场啊 Rooftop Garden 跟还有一些residential那一part的 那另外一家公司呢就是CCCG 就是中国交建集团啊 它也是有负责打造这边的一部分的发展 不过这一次呢它是和WCT一起联手搞起来的 接下来就是日本西部也是进军了啊 这个也是目前大马头一家最大的奢侈品牌上场 那么接下来的企业就是Viola 他们是污水处理以及回收再利用的一个公司来的 你看某一些国家的家里的水浪货啊 你开了啊 那个水啊直接是可以拿来喝的 另外就是说你洗完那些碗碟啊 或者是冲洗马桶 总之就是用过的飞水呢 他们就会流到底层 然后进行一个清理 然后这些水呢 你又可以拿来重新的利用 通过这个科技啊 这个development 可以省下3到40%的水量 是很庞大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项目的管理费啊 8毛半是吗 都没有记错吧 卡贵就是贵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的公司就是 包括这个Mulia Group 就是106TRX塔的发展商 所以TRX的出现其实是扩大了吉隆坡金山脚的区域 打造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城市生活和逛街的一个体验 说白了就是把富人变成更加富 你们觉得是吧 好啦 再来这个就是TRX比较清楚的一个 啊 规划图啦 这整个发展的第四七十二英亩啦 然后也是有讲到写字楼是有50%啦 住宅也是占了30% 商场是占了10% 而酒店呢也是占了10% 据说这一边是可以融入250家国际公司 也可以创造500,000的一个就业机会和40,000的高层收入 这样这个40,000是包括在500,000里面吗 还是没有的话就540,000 所以按照这区的楼层类型的分配和他们所讲到的数据来讲 这一边的需求量确实是大于供应 接下来我就要讲到整个发展里面的主角 106交易塔 它拥有106层而高度为492米 KLCC则是452米 所以它是比KLCC高了40米 当然大马另外一栋楼啊 现在在建造这就是PNB18 将是世界第二高的塔 高度也是为678.9米 我们就从顶楼那边开始往下说 那么交易塔的第一个部分就是Skyfloor 图上我们这边看到那里也是没有多的讲解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Skyzone1 它是从78到106楼的办公室 拥有20,000到23,000方尺的一个空间 可以容纳到193个座位 交易塔的第三个部分就是Skyzone2 从56层到77层 那这个空间就更大了 从23,000sqft到26,000sqft 可以容纳到208的座位 那么到这个第四个部分就更加有意思了 因为这个设施呢 是在57楼的Skylobby 也是目前能够让公众 去到这个塔最高的一个楼层 来观赏整个吉隆坡的景象 那么为什么会在57层楼呢 原因是代表了1957年 当年是马来西亚脱离英国 统治独立的一年 那么接下来的楼层 我也不细说了 反正你会留意到 你越是往下走 它的户型就会更大 原因是交易塔的底部设计是更宽阔 主要是要承受上面很多层楼的那些单位 所以直接到lowzone的时候呢 也是office啦 是从6楼到21楼的 然后lowzone的下面就是TRX交易塔的 podium也是很美 很多那些大理事的设计啊 做到很精致 由于楼层多的关系 自然就会造成电梯拥堵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使用了 Integrated Turnstall 是这样读吗 and lift system 意思就是说当你进去lift之前 你必须打卡了是吗 然后系统就会知道 你卡是去到哪个楼层 就会安排目前比较少人用的 一个电梯给你使用 这个也是大量能够减低 拥堵的问题 这边其实它的公厕 也是有使用了现代科技的 smart toilet system 这东西其实外国很多 成熟的城市已经是有了 只是我们这边很多地方没有使用 是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smart system 可能你上厕所的时候 你可以选要的歌来听 所以选个上厕所的过程 那个体验是很adass的 同时这边也是为了照顾到 交易塔里面的那些租客 这边其实还有两层楼是专门 给他们这些office的人用的 这两层楼是有包括了 上层啊 就是一些 一些店是给你买 goesery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cafe啊 clinic啊 这些店啦 总结来说 TRX 顿拉萨金融中心 主要扮演着提供金融 服务的一个角色 无论是对于你的未来的提升 还是你的profile 都有一定的帮助 然后如果你有意识投入 这边的环境 我下面有个whatsapp的链 按进去就可以和我们联系了 好啦以下就是我想对于上一个 视频 Core Residence 和TRX 的内容补充 希望你们对于金融中心 有不同的一个理解 和一个看法 我们下一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